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觉得对方也不过如此 直至相望于江湖 与人海中相遇 最后又将它归还人海 现代人谈恋爱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反复失措 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聊天 了解 见面 吃饭 可这对于每天被朝九晚五的工作 压得喘不过气的人来说 这些时间太奢侈了 爱情也许能带来一时的快乐 但自己可以一直给自己快乐 何必呢 毕竟我们都还是 想把为数不多的热情 留给值得的人 在一次次受伤后 你静下来反思 甚至会自我欠责 心想 如果一开始没有选择开始 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伤痛 你不再对谁分不顾身 只有自己能给自己安全感 赚更多的钱 才是最大的底气 有时候我们宁愿相信自己 也不愿意去相信那种 不确定的爱情 你不敢去读 也不愿意去读 所以你也不再遇到爱情 也不再心动 你在疼痛的成长中 学会了安抚自己的情绪 给自己穿上了坚硬 和独立的盔甲 底下的层层伤口 早就被时间治愈 年轻的时候 大概我们想过 要把青春献给爱情 哪怕丢了这条命 后来我们没有守住 所谓的爱情 也没有死成 青春替我们抵了命 一袭记得年少时的悸动 那种心跳入耳 清风拂面的感觉 会让人彻夜难眠 偷笑和吃笑 泪和光 一切仿佛是心生 世界竟如此美好 那份记忆依旧在 而现实多了残忍和琐碎 夜深 为他流泪 心痛 如此强烈 逼迫你建立一道道屏障 用麻木和苦笑 应对生活 后来的你 一个人上下班 一个人做饭给自己吃 周末和朋友小聚 或者独自看一场电影 都挺惬意 这个时候你不再担心 会不会遇到心动的人 反而害怕会有人 打乱你生活的平静和节奏 即便一新 给你介绍对象的人都在说 即将和你产生交集的人 将会是万里挑一的 有趣灵魂 你还是觉得 一个人的孤独 好过两个人的辜负 成年人的爱情 光是迈出喜欢这一步 就需要耗费更多的力气 还有人之所以单身 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遇到过太经验的人 后来出现的都显得安然失色 那个一直放在心里的人 再看一眼 还是会想拥有 但是你对那个人的感情 绝对只能到喜欢为止 无法为想拥有做点什么 你们之间差了点时机 差了点缘分 差了点可能性 决定权都在他手里 这世上最让人心灰意冷的 不是听到他亲口说出那句 我们不可能 而是你自己打心底 就觉得你们不可能 有一个摇滚青年曾说 最单纯的喜欢就是 就算你拒绝了我 我对你 也永远没有埋怨 但我不会再靠近了 如果你有求于我 我依然会鞠躬尽脆 从今往后 我会把喜欢藏起来 不再招摇过时 我会努力过得好 希望你也是 很羡慕那些能够一眼 就白头的少数人 不像悲惨的大多数 不管一起走过的时间有多久 最后还是会因为 城市的风太大 走散 在你离开以后 我开始努力过回一个人的生活 以为只要时间足够长 就能彻底抹掉 关于你的记忆 后来路过街角 像是听到陌生人 在喊你的名字 还是忍不住回头 原来是听错了 才发现所谓的我以为 不过是骗自己 那些我们以为 忘得掉的 却在好端端的日子里 因为一首歌 一杯温牛奶 一句安慰 然而猝不及防地哭出声来 年少时总觉得 只要足够爱对方 就会有结果 但事实无常 有些人出现 只为了跟我们上一课 就转身走了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 真的在说我 我想 但凡经历过 爱而不得的人 听到这句话 都会有所触动 面对心爱之人 想要表达千言万语 却如梗在后 最后只能 无言沉默 那些以为能忘掉的人 并不是泡沫 早已成为 心里的一道刺 有一个冬天的傍晚 我开车路过 无人的街道 车载音乐播放的 刚好时 其实都没有 周围有一片消索 就见一个老爷爷 把一个热腾的 玉米馒头 摆成一半 分给一位老奶奶 他们衣着朴素 却满脸笑容 你更来又再有空 我再防备 别发光 能勉强阶住心痛 但喉咙还再痛 你再怀疚 我也懂 还清赞我够尚净 但可惜那时 你都不相信 我渡行多低估了你 我以为撑得起 一句伪心 我不找找你 我连刀再骨强再绝也 也永没发彼 求你必要 要从前迅速地碰我 而我问我 为何还能够护伤我 不要让我一百套地 输得更多 我 求你一篇书 错过我 其实也爱我 何以既要放过我 你已仿佛有神助 一关心我已经 等你再杀死我 你未提供 我也知 何时前度 会发指 如这声百纳得意 分与你担换衣 数十年后 我也知 如果见你我愿意 将一关过缘再单打一次 我渡行多低估了你 我以为撑得起 一句伪心 我不找找你 可怜到再挖强再绝也 也永没发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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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